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 頻道的時間 這集節目就是NETCHAN 馬膽 回顧上次賽事提供的心髓 上星期三 兩隻NETCHAN 馬膽 勇威神驅 合火雄心 兩隻都贏了 拖的配角 全部QT是中了的 大家有興趣 可以聽聽 絕對不是吹水 Patreon 獨家的冷卻 浪漫魯王10倍 打到6.2 贏了 上次高出賽要馬第六場金莊令 也跑了第二 TwinQ 上次公開頻道的成績不錯 Patreon 冷卻也有個 非常好的交代 今次賽事 都是介紹 兩隻NETCHAN 馬膽 事不宜遲 第一個場次選第六場 特場的馬膽我選 就是4號的街運法 這隻馬上次都表現得不錯 回到來 和幸運之神 彈掉馬群 表現不錯 今次繼續有一檔的判斷 立馬來騎 還有這隻馬 偏漫場地會好一點 上次很快地跑得好 上季很黏地 跑得很好 這幾天下雨 應該的場地不會很快 是好地那方面 所以 加運法更加適合 一檔 也不需要自己放 這場馬很多快馬 可能守住 博撤位 所以 整體來說 這隻加運法是好跑的 這隻加運法 上場水準高 這次也好跑 地可能比場次更加好 所以找他做馬膽 配他這場有很多 可以選擇 所以我都要選四隻 第一隻選擇六號的宇宙動力 上次是爆冷的 但其實賽前的事實不差 結果 也很爆冷成功 跑了第三 這次有難度 因為上次 他自己貼了難放 是有好處的 當然他放得比較快 虧了快捕捉 但彎前貼難當日是好的 一會兒虧了 這次又虧了甚麼呢 中逆禮換了部門 是甚麼重七磅 百檔也不好跑 不會很輕鬆 賣到難 就算賣到難 所以 拖一拖 第二隻配他 是加上七號的 才晉 上次初出跑第二 也是跑得好的 一湧湧上來跑過第二 這隻馬 在四十幾分 四十九分 一定是有分在手 不需要擔心 一定要拖 第三隻配他 是選了八號的上角 這隻馬 上次也是賺了一些 貼欄 貼欄形勢 回來 不是輸得很遠 跑到第四 這次 當位也不好 十二檔 但十二檔有十二檔好處 一出閘一定順利 看看會不會重新 你拖這些他重新 如果他身上來 可不可以 撐到三三四四 你拖一拖 第四隻配他 選擇 十一號的 宏裁 當位好 近兩場都 表現黑河 你說是否太好 又不是很好 但表現黑河也拖了 所以這場馬膽 四號交易法 配角選擇 六號宇宙動力 七號財進 八號上角 和十一號雲才 未講過第二場馬膽之前 就講一下我的 付費會員計劃 有一個臨場的付費會員計劃 通過WhatsApp分享 隔夜有個懶人包 例如八場隔夜有四五場 已經有隔夜懶人包 臨場有最後選擇 首選次選副選 臨場的長定性 其妊動態、媽媽、寶妃 和投注建議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經由Facebook、YouTube 或者 WhatsApp聯絡 我給我一些有關 不常分析的訊息 但不是每個人都適合不常分析 星期三晚上上班 星期六日 家庭日未必可以坐定 聽我的投注建議 以及聽我的分析 看我的投注建議 Patreon 賽前分析非常適合你 Patreon有幾個會員 關於賽馬 超級和極厲害會員比較適合 超級會有冷卻獨家分享 例如前一次的威之星 上一次的浪漫老窩 都是吃到嘰嘰嘰 希望大家有興趣 要超級會員 極厲害會員 除了冷卻之外 還有 所有馬匹 的分數 即是所有場次 所有馬匹分數 都會放上 Patreon 極厲害會員 平時有看直播計碼的朋友 都知道這些 是非常超級有參考價值的資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第八場 第八場 即是後面跟的那些 是好虧的 以及直路里面 都是好虧的 那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第七場 你看回當日的第七場 英雄豪賣 財財就是最佳的例子 財財在外達 飛到出一出 追到第二 都說 西Q飛利 潘頓 潘頓也相信了 拿來騎 因為他騎下去 沒有跑第三 剛剛的場 英雄豪賣 上次 羅富泉和潘頓 信心十足 2.2倍的打倒 他就是吃著 彎前貼欄的位置 蝕到暈之下 回來跑第三 潘頓和羅富泉都不知為什麼輸 我知道 因為彎前貼欄 蝕了 然後 潘頓走了 去騎賽 田太港走 去踢回英雄豪賣 英雄賣 輕盛上場 九點幾倍 超值 我講那麼久 我講 方堂武士 上次就是 蝕了彎前貼欄 直到貼欄 他是蝕得比英雄豪賣 因為他是彎前貼欄 直到貼欄 兩範都蝕了 但是他有賺的 他賺了一個極快的報酬 當日報酬是23.37 22.30 不斷24.30 所以他賺了一個極快的報酬 但是他是 彎前貼欄 直到貼欄 雙蝕 雙蝕一閘 那怎麼都是 蝕 這次當然有難度 始終加了兩分 陳嘉宜換了報民 加多五房 但是希望 方堂武士可以 報民操控得好一點 今場 都希望可以做到座位望盈 配角是選三隻 第一隻 選 就是 讓我看看 三個很威武覺醒 試乘OK 試乘OK 谷草千二 在未熱身之下 我想都不嚴短 試乘OK 當作理想 拖拖拖 第二隻 配角是選五號閃電 上場你說 賽事水準 是不是很高 又不是很高 但是今次 他又好 他抽了一檔 拖賣 第三隻 配角是選八號進步 騰飛 試乘試得好 看我十檔 如何操控 所以長馬馬 但七號 方堂武士 配角選擇 三號威武覺醒 五號閃電 八號進步 騰飛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分析 喜歡我的分享給大家 like 分享 分享這段影片 什麼朋友提到 有宣傳的頻道 如果帶到我二場分析 在未見 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 都會跟Youtube的影片 留言 謝謝Fans 我都相當高興 大家留多點 回覆多點 Youtube 就會知道 我是非常之好 的頻道 我會分享這段影片給更多Youtube網民看 更多Youtube網民看 自然令到View數上 Signatering 令到微博 枉固收入再增加了一點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最後的問題 來到Youtube頻道 Netchern談財碼 Netchern談財碼 這是直播頻道 主要做一些直播節目 不過我已經想到 一些新的非直播節目放在這裏 主要是直播節目 直播雞馬 即場主角投注分析 海外馬直播 美場直擊家在任你講 還有你現在看的Netchern頻道 大家也按一下訂閱 按一下小鈴鐺 按全部 那就是我所有的新片 你的通知 你的通知 大家就知道了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字幕作為 Haushalt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